接著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下那個行列式值的一些重要重要的 重點的一些性質 非常非常重要 雖然我們沒有要正 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性質 第一個呢假設 兩個都現在AB都是方正 所以可以求行列式值 這樣可以求行列式值 然後呢所以我們就會發現呢 因為Determine的A乘上B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Determine的行列式值非常重要的性質 矩陣 矩陣它本身沒有交換 但是因為Determine的AB會等於Determine A乘上Determine B非常重要 就兩個矩陣相乘的時候 行列式值就剛好是分開來算出行列式值再把它乘起來 是一樣的 那你也可以交換 因為這個是兩個都是數字 這個是一個數字 這個是另外一個數字 那當然可以交換過來 所以交換過來就會發現 它剛好是等於Determine B A 所以行列式值就是矩陣如果交換過來 一般來說交換矩陣 矩陣交換過來乘出來的答案不一樣 它沒有交換性 一般來說是沒有的 但是求行列式值的時候AB跟BA是一樣的 這是另外一個我們很喜歡求行列式值的原因 就是我們今天考慮了很多的問題 就是可能是我們在解某個問題 或是我們在做機器學習的時候碰到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有時候AB跟BA有時候混 就是用反過來用的時候 但是我們還是知道是這兩個矩陣相乘 那因為行列式值是一樣 好 然後這是第一個重要的性質 第二件事情 那我們猜也會猜到 就是要看它轉制了以後有沒有一樣 那從剛剛的那個定義 也不是定義啦 那plus expansion就會知道說呢 其實轉制是一樣的 對列展開對行展開都可以 然後很容易得到最後就發現說 轉制真的是一樣的值 第三件事情 如果determinantA的inverse 它會等於什麼呢 就跟原來determinantA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時候我們因為知道determinantA 已經不是0了 因為它有inverse 所以就determinantA1分之1 還是這個跟我們想像一樣 那正也很簡單 因為A乘上A是等於I 但是identity就是I 比方說3乘3 1 1 1 然後其他都是0 這個 這個因為這個是上三角矩陣 也叫做上三角矩陣 丟對角矩陣 然後所以就是對角線那個乘起來 所以就是1 行列式值就是1 就這樣 所以那因為A乘上A的那個inverse就是I 所以它A乘上A的行列式值應該是 A乘上A的inverse的determinant的 行列式應該要等於1 所以他們就互為導數 就這樣 好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性質 這對我們 以後大家做到一些應用的問題的時候呢 食物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些性質 1 感谢观看